你知道日本40岁不结婚的米其林三星大厨 为了事业加班赚钱 每天能有多拼吗 早上 这位名叫山下春信的大厨 开着他的豪车来到了公司 开始内部员工会议 为了事业 40岁的他没有选择结婚 如丁他在日本开了几家高档餐厅 已然是妥妥的大老板 会议结束后 山下会来到他的旗舰店 品尝测试新的甜品 甜品通过后会议继续 作为老板的他 会亲自参与门店的业务规划 以及运营布局 下一个行程 是拍摄公众人物肖像 并且挂在画廊 虽然是名人大厨 但山下还是会不停地弯腰鞠躬 能感觉到满满的静意 随后 山下会带着他的女秘书 前往地下车库 前往下一个乌冬面餐厅考察 这家店的乌冬面 山下并不是很满意 在第六次重做后 他决定亲自动手教学 他说为了防止口味发生变化 定期考察和品尝食物是必要的 这也是经常来店的原因 除了乌冬面 山下表示猪排也出了问题 本来要用白胡椒 厨师却用了黑胡椒 吃下去的那一刻 就能品尝出来 这是不行的 第九次乌冬面重做后 终于得到了山下的认可 晚上六点 继续前往另外两家餐厅 看看员工有没有摸鱼 两位小姐姐突然遇到老板突袭 还是有点猝不及防的 然后再来到这家寿司店 临走前拍拍小伙子的肩膀 给员工加油打气 晚上七点 东京的打工人逐渐打卡下班 但山下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他会来到大本营亲自操刀 他的招牌就是神户牛肉 据说是全日本首创 里面填满了海胆 上面放着烟熏与紫酱 一份八千日元 作为神户牛肉的专业户 他会通过不同的烹饪方式 做这道菜 生切 炖煮 炭烤 不在话下 他表示 做菜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像为你最心爱的人 做菜一样 用心去做 每做完一道菜 厨房清洁是最基本的一件事 要擦到Building building的 才过关 晚上十一点 当门店结束营业后 他没有回家 反而继续回到办公室加班 因为他还要把今天 所有餐厅的数据过一遍 还有确认明天的行程 山下表示 如果没有意外 基本上凌晨一点回家 有时候会再晚一点